你看 剩下這個 你看 球場是這樣 這樣走 喔 球場是這樣 上面兩條線 是燈燈 說到台灣籃球 開始興盛的發源地 就不得不提北投的七戶籃球場 這座1951年建造 並擁有夜間照明設備的 室外籃球場 在1950到1970年代 成為引領台灣籃球 熱潮的勝地 北投也因此誕生許多球隊 也培育出多名籃球好手 就連台灣第一支女籃球隊 綠蓉籃球隊也是在此 祖訓產生 不過隨著時光飛逝 這段歷史不僅逐漸遭到遺忘 七戶籃球場更是成了荒廢的停車場 為此北投區公所余寶雲區長 不只推動紀錄片拍攝 還找來老國獸們 在北投國校開辦論壇展覽活動 致力傳承這段寶貴的 台灣籃球歷史文化 我非常的幸運 榮幸呢有被當年的七虎隊的這些 我們的老前輩有教導過 譬如說王四選 王將軍 還有賈志軍 賈總教練 那我都是經過他們指導 才有我今天來籃球生涯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這是我感覺到非常慶幸的地方 透過籃灘祈勞的訴說 延續苦練成鋼的七虎精神 更重要的是要推動七虎籃球場的重建 這一點台北市政府也做出承諾 將全力協助 因為它現在是私人的土地 我們也要去跟相關的單位 一起來討論 那它畢竟被指定為歷史建築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還是有保留的必要性 那我們怎麼讓它能夠恢復往日的風華 這我想市政府包括區公所 我們會一起跟地方一起來討論 期盼這座昔日的台灣籃球勝地 真的能夠恢復過往光彩 或許在未來重建完成的七虎籃球場 也能夠像今年美國職棒大聯盟的 孟田之戰一樣 舉辦類似的致敬賽事 讓台灣籃球迷能夠求聞當年的經典風華 歐迪秀恩 車封報導